好 那麼台鐵事故第四天曝光最新的行車記錄器 包商李一翔在事故發生後走到公糧前不斷的打電話 似乎在聯絡交代事情 那即使這段時間還有許多乘客沒有從險境中逃出 但是李一翔的表現完全就像是置身室外的路人甲一樣態度冷淡 他路格出軌死傷慘重救護車10點09分緊急到場 車尾行車記錄器拍下有個人心不在焉滑手機妨害救護車停車 而這人正是肇事的李一翔 一分鐘後他混在脫困的乘客中又閒晃下坡了 事發時他在現場到底做什麼 乘客列車裡經歷生死一瞬間 而他就像是個路人甲悠閒的晃來晃去 11點12分李一翔走回樹蔭下的工地休息站納梁 跟有人抽煙聊天 時不時還插腰三七步見話講個不停 不曉得跟誰聯絡 但是根據110報案記錄 李一翔根本沒有報警 現場也不見他幫忙指引逃生 警方得知他工地主任的身份後上前問他狀況 他還手插胸口略顯不耐煩 邊嚼檳榔邊回答問題 一點也看不出釀貨的緊張神情 12點03分施罰後 李一翔在現場閒換了兩個半小時 終於被刑警帶走 如此輕鬆的表現 對比他被羈押前痛哭道歉的模樣 也讓人不禁想問 這是不是鱷魚的眼淚 記者綜合報導 台鐵408次太魯閣號出軌意外 倖存者逃出列車後拍下的照片 如今曝光有意外發現 9點28分翻車後 9點49分拍下的這張照片 工程車滑落邊坡 左邊頭髮並白的不就是 造勢工程老闆李一翔 右邊藍衣服男子疑似是負責工地監造的 聯合大地公司勞安員 但身份仍在調查 明明是害列車失事 彷彿事不管己 我們知悉在現場案發的時候 並不是只有一個人 我們已經有掌握了相關的證據資料 但是我們現在雖然經過我們努力的在追查 但是還沒有辦法知道他確切的姓名 李一翔羈押禁見兩個月 這些照片成了關鍵證據 因為回顧他第一時間的說法 是事後才知道事情嚴重 對比邊坡上冷眼查看明顯並非事實 台鐵局表示還要再調查 李一翔的確 我們昨天就跟花蓮地方法院申請假扣一樣 昨天到現在有一個照片 就是乘客有拍到李一翔跟幾個人 我們同仁現在的回報 是大部分人都不在我們施工的這些人裡面 明明不是施工時間 為何他們會在事發現場 有倖存者指出工人們混在脫困的乘客中 離開現場了 甚至還有環島民眾拍下 事發前幾分鐘工程車的車門是打開的 網路上掀起陰謀論 但並沒有證據顯示李一翔是故意停車的 檢方也預計在6號借題李一翔要追查 背後還有多少謊言 記者綜合報導